今年度的金钟奖在最近圆满的落幕了 主持人是由多次担任三金的主持人黄子焦焦哥 以及美丽的侯佩森两个人搭档 两个人擦出什么样有趣的火花呢 另外红毯上面谁又是最帅谁又是最美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53届金钟奖 第53届电视金钟奖近期完美落幕 红毯上众星云集 率先打头阵的是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的金融 一身白色西装围露胸肌 一出场就电云一票粉丝 而女明星们更是个个顺装打扮要来抢夺红毯第一美 已经很久没有主持三金典礼的侯佩森 身穿一袭粉红色洋装甜美现身 妆重又不失优雅 入围迷你剧集最佳女主角的安心亚 一袭黑色瓶口透夫礼服 一出场就引起尖叫拉翻红毯 辣妈Janet也不落人后 带着老公George一起走上红毯 不但在红毯上到处放闪 连身上的珠宝配件也相当受到瞩目 一袭裸肤色礼服搭配Harry Winston的珠宝 身上行头超过八千万 荣登这次金钟红毯最高贵的女星 就连老公都忍不住直呼太危险了 我这对蝇ots attack 太难了太 Szcz xkm 而本届红毯的最大赢家 则是担任颁奖嘉宾的女神天馨 以色亮片低胸禮服登場 修出美麗的鎖骨線 胸前的兩顆車頭燈 更是讓紅毯主持人害羞到不敢直視 而今年金鐘的最大亮點 還有被譽為最美洲紙肉的港星周海妹 以及韓星金來源 以及51歲的妹姐依舊仙氣逼人 金來源則是以一身俐落的黑色西裝 帥氣踏上紅毯 一出場就讓粉絲的尖叫聲突破天際 成為紅毯的最高潮